再來 第十一題關於撤銷訴訟的敘述哪個正確 起訴前一定要訴願 你都老師不是撤銷訴訟前都要訴願嗎 他一律嘛 選項看到一律就知道有問題了 什麼時候不用訴願 哪個時候撤銷訴訟不用訴願 程序法第幾條 程序法哪一條跟你說撤銷訴訟不用訴願 109對不對 程序法109 程序法109什麼時候提撤銷訴訟不用訴願 經聽證的處分嘛對不對 經聽證的處分不用訴願嘛 所以不是疑慮嘛 對吧 經聽證的處分不用訴願 所以A選項錯在這個程序法109 來起訴原告不適格 裁定命補證 預期這個 這個不補證 以裁定命補證 原告不適得是可以補證是有嗎 原告不適格不能補證啦 原告不適格就沒怎麼補證 就不適格要怎麼補證 這個人不能換 對不對 所以原告不適格就直接裁定駁回來 他沒有補證的問題 沒有補證的問題 OK 來C 原告所受的罰還如以自動繳納來罰還已經執行完畢了 執行完畢就自動繳納嘛對不對 人一提起撤銷訴訟不得改提確認處分違法之訴 來 這題C選項為什麼對 罰還處分以自動繳納為什麼不能提確認處分違法 因為他還可以回復原狀嘛 那還可以回復原狀還有訴之利益 我們就要走撤銷訴訟嘛對不對 確認處分違法是不能回復原狀嘛 那確認處分違法可不可以 能提撤銷的時候可不可以提確認處分違法 不行這叫確認訴訟的什麼原則 確認訴訟的補充性原則還記得嗎 好再進一步 三種確認訴訟之中哪一種沒有補充性原則是用 來我們有三種確認訴訟 那我們的 行政訴訟法六條三項跟你說 得提起 確認處 得提起撤銷訴訟 客語入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 不可以提起確認訴訟嘛對不對 那是什麼確認訴訟不能提 我們確認處分有三種 確認處分無效 確認處分違法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與否 對不對 哪兩種有補充性 確認處分違法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嗎 這兩種有補充性 那確認處分無效之訴是沒有補充性原則的適用 還記得嗎 這個也蠻常考的喔 同學要注意 我們的確認訴訟有三種 那其中兩種有補充性原則 所謂的補充性原則就是你要先想想其他訴訟能不能打 不能打再來打這種 OK那有兩種有補充性原則的確認訴訟就確認處分違法 跟確認公法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 OK這兩種有補充性 那確認處分無效沒有 好再來看 看諸選項行政法院在對原告不利益的範圍內啊 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來諸選項錯在哪裡 來我們的不管是行政程序不管是訴願還是行政訴訟 我們的調查證據都是職權調查為原則還是申請調查為原則 職權調查為原則 我不瞭你你不申請調查我還是可以調查嘛對不對 OK所以 諸選項我們既然採職權調查原則的話那不管是對原告有利不利基本上都可以調查 不受原告主張之拘束嘛對不對 OK所以諸選項是錯的 好來又來了 這類型的題目同學真的蠻常錯的 他也蠻常考 行政 考行政訴訟法第一題蠻常考這種題目的 好哪一個事件 行政法院有審判權 好有審判權 我們在 課本裡面有整理到那個 公法事件但是不在行政法院審的那個幾個案例嘛 應該是八種 對不對 我們有八種事件是公法事件但他不給行政法院管轄 對不對那這八個同學要記一下 公務員懲戒給誰 公務員懲戒給懲戒法院嘛 所以不是給行政法院嘛 對不對 給懲戒法院 B交通裁決事件 這是不是行政法院 市馬237之1以下 行政訴訟法237條之1 到237條之9 是不是交通裁決案件的條文 對吧所以B人相識行政法院 C來社會秩序維護法 我們常考啊社違法給誰 社違法你要看啦比較輕微的處分是誰來處分 警察局處分然後救濟給誰救濟 地方法院檢疫庭 對不對 這個普通法院檢疫庭嘛 那 如果是比較重的什麼 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勒令停工啊停止營業啊那等等那是誰來做處分 檢疫庭做處分普通庭當救濟嗎 對不對 所以普通法院檢疫庭做處分然後普通法院普通庭當救濟嗎對不對 所以社違法原則上是找普通法院 好可以嗎普通法院檢疫庭跟普通法院普通庭嗎 OK嗎普通法院檢疫庭跟普通法院普通庭 這個 我們在這個上課的時候我強調過這件事來 行政執行的管收事件按照行政執行法第17條是找誰 行政執行政執行法第17條應該是找普通法院吧對不對 所在地的普通法院嘛 OK 所以這個 只有B選像是給行政法院啦 那AC租 A是懲戒法院 C跟租都是普通法院 所以大家要記得我們常常是公法案件不給普通法院的同學要特別記得 公法案件 公法案件不給行政法院的 同學要特別記得 剛剛才有一題嘛 就是那個選舉罷免那個案件嘛對不對 阿現在又來一題 好所以這類型的題目非常多 來 13題關於行政規則哪個對呀 來A選項行政規則 長官對屬官這沒有問題 僅具內部效力來 僅具內部效力 原則上具內部效力這沒錯 但僅具內部效力出來哪裡啊 他會什麼對外 間接對外來透過哪兩個原則間接對外 行政規則透過什麼原則間接對外 平等原則所產生的行政自我拘束 透過平等原則所產生的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而產生間接對外的效果 還有什麼呢信賴保護原則 所以行政規則為什麼會有間接對外法律效果 第一個是由平等原則所產生的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第二個就是信賴保護原則 那這兩個原則會讓他產生間接對外的效果 可以嗎所以僅具內部效力是錯的 他還有間接對外的效果 中央訂定的行政規則 不當然拘束地方 這個你說老師我不確定 中央訂定的行政規則會不會拘束地方行政機構 他們不是上級對下級的關係嗎 可是記得啊 中央跟地方是同一個主體 還有不同主體 不同主體會有地方自治的問題嗎 對不對 會有地方自治的問題 那中央的行政規則會完全拘束地方嗎 照理來講應該是不會吧 因為在至少在自治是這樣的範圍內 我不送你中央行政規則拘束嘛 對不對 OK所以 B選項你不確定就先放著 我們來看 C選項 法官審判時受各機關的行政規則拘束 這一定錯嗎 市至 再一次 137216 法官會不會受行政命令的拘束 行政命令包含行政規則法規命令都不受拘束嘛 他有具體個案的違憲審查權 還記得嗎 所以市至137216 行政規則登載公報死生效力 這錯在哪裡 法規命令登載公報才死生效力 行政規則什麼時候生效 下達 下達就生效了嘛 這個程序法的160條跟161條嘛 下達就生效 法規命令才會登載公報 所以AC租去掉答案就生B囉 來為什麼中央定定的行政規則不當然拘束地方機關 為什麼中央定定的行政規則不當然拘束地方機關 來當自治條例跟行政規則抵觸的時候誰優先 還記得嗎 當自治條例跟行政規則抵觸的時候誰優先 我們的 位階應該是 地方自治法30條位階應該是憲法 法律 法規命令再就是自治條例 行政規則在下面嘛 所以自治條例優先於行政規則 所以基本上我當然 如果我自治條例有規定 我當然不受你行政規則的拘束 那如果我們把選項改成 中央定定之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 一律不拘束地方機關 這樣對嗎 也不對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委辦規則跟行政規則誰先 行政規則先委辦規則在後面 所以你要看今天如果是自治事項的話 這一個自治事項的地方機關他不會受行政規則拘束 但如果是委辦事項他就會受拘束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叫不一定 不當然拘束是對的 自治事項可能不拘束 委辦事項就會被拘束 這樣可以嗎 如果去看法位階 委辦規則會比 行政規則還低 對不對 那自治條例會比行政規則還高 OK 這是不當然拘束就是不一定的意思 要看他是自治事項還是委辦事項 所以這題如果 B你真的不確定你用AC租的三句法還是可以選出答案 好來 十四題 假私立大學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假私立大學執行 勞動力勞動部這個 這個勞動署委託辦理這個技能檢驗檢定的業務 以自身名義做處分來 所以基本上原委託機關是發展署嘛對不對 私立大學是什麼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吧 所以是程序法第16條的行政委託關係吧 因為這個私立大學用自己名義做處分嘛 對不對 好來 哪一個為宿願管轄 一樣又回到宿願法第10條嘛 以原委託機關為管轄機關 所以是發展署 可以嗎 所以答案選B 原委託機關為管轄機關 這題很簡單啦 但是這種宿願管轄題目同學常常會搞錯 所以大家還是要把那個7890做一個比較 可以嗎 宿願法7890在講一次只有7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你要把這個東西再做一個比較表 把它這個比較出來 來第15題 中間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有關機關哪個錯 來A 機關就法定事務 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部的組織 來什麼叫做 法定事務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 就是行政處分嘛 不是嗎 行政處分就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決定嗎 那行政處分是不是機關做的 是嗎 所以A選項應該是對的 來B 獨立機關原則上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的合一制機關 沒有問題 獨立機關不受 上級機關指揮監督 但他會受什麼呢 他會受司法跟立法監督 但他不受上級機關指揮監督 OK B很像沒錯 C機關設置要組織法律 或命令為設立依據 能說老師可以用命令嗎 可以啊 4級以下用命令 對不對 1到3級機關用法律嘛 對不對 4級以下機關用命令 這樣可以嗎 1到3級用這個法律跟 1到3級跟獨立機關用法律嘛 4級以下用命令 所以原則上 法律跟命令都可以 來獨立機關來獨立行使職權 自主運作 據公法人之地位 錯在哪裡 公法人是個字嗎 對不對 來公法人機關是不是公法人 不是嘛 來我們公法人哪四個 複習一下 公法人哪四個 我們現在公法人四個 第1個中華民國 第2個地方自治團體 對不對 第3個什麼 行政法人 第4個 經核定的原住民部落 OK我們 公法人就這四個 所以機關不是 中華民國 地方自治團體 行政法人 經核定的原住民部落 所以我們目前公法人就這四個 好那其他都沒有公法人地位 所以諸選項是錯的